加上匯控,昨天看到英文人口就加息 看到通膨也繼續高,有機會就繼續加 有朋友問匯控,負面因素是否通過了? 他上網多少呢?有沒有機會上60元呢? 匯控當然是會強的 因為一來,其實價格近期都慢慢是由46元 叫做爬回來,現在是52元 其實高低位都彈了一成,差不多上來 其實都不是小的一個幅度,以會控來計算 還有,看法上好的地方都是那個因素,即是加息 剛才都分析了,我覺得都是對會控會有色差的過副幫助 還有,我想最好的地方都是彈性上其實是大的 因為特別拉前一點就是之前出的業績 大家那天會覺得,他那個回購只有10億美元 沒有預期那麼多,或者沒有場次踩那麼多 好像有點沽寒,那甚至乎大家又會覺得 沒有說,回到一個貴式的派發 可以繼續是中期吃一次,好像又沒有預期中的炒作 但我想,這麼比較叫保守或者審慎的做法 其實那個目的都是想留下多些資本在自己 因為其實以他的資本衝擊率其實是很高的 有16流上,其實絕對有條件做多一些 剛才說回交,或者是真的派多些出來都可以 但是偏偏不敢做,我想他留下多點彈性 去應對今年或者往後一些實際的事件 所以這個都好的,如果接下來真的假設經濟 所有事情很頑皮,起碼他先留下一些彈藥 不用怕之後又要再撲水,或者是有很差的情況 但如果之後經濟情況更加之OK,那更加之理想 所以我覺得,或者做多些回交 所以其實接下來彈性是大之下 適合是真的中線去持有,或者很靈活去持有 我只覺得風險來講,就真的不是特別大 還有,雖然現在就不是非常高 但是慢慢的升上來了 現在三里幾,接下來預期都有成四里幾 就是逐步逐步攀升的時間 那個吸引性,我想慢慢都會浮現 所以有貨就繼續,沒有貨 都是找些位置慢慢加進去,會好些